在今年里有不少朋友越是不佳 尤其是财运方面 就算在拼命 在努力的赚钱也无济于事 付出与回报根本不成正比 不过即便这样也不要灰心 这样的倒霉日子总会过去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财务窘境已过 接下来财富倍增的四大生肖都有谁吧 快来瞅瞅有没有你呢 生肖猴 生肖猴的他们金钱管理能力比较强 有点粗心 做事情容易忽略细节 六月填宅宫的喜得吉星比喻 届时好运大涨 大财小财一起来 接住好运 生活如意习是多 另一方面属猴之人 下周起会经首部分重要的专案 同时应该注意 要多加强自身心理素质建设 相信黄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番努力 日后企业前景大好 成绩亮眼 过上上等人生活 生肖鼠 生肖鼠之人机灵善思 心知口快 六月采听官德福禄吉星比喻 到时候没运避开好运到来 赚得盆满不满 若能抓住机遇 想尽容华富贵的好生活 另外 鼠鼠的朋友 因好运影响 工作上努力伴随好运 往后会有超多意外的收获 定能春风得意 过上身边人都羡慕的好生活 生肖蛇 生肖蛇的朋友通情达理 为人爽直 六月饱受官的月得吉星比喻 届时好运到来袭时扎队来 财运引领各方运势启发 若能把握住此番好运 全家人都将会富贵平安 另外 生肖蛇的人 今年财运会大大超过心中预期所想 同时应该注意 投资尽量不要超过可用资金三成 相信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 经过一番努力 日后生活开始新天章 生肖牛 天生智商超群 拥有发达的商业头脑 并且情商很高 能力出众 颇具领导风格 生肖牛命宫中音得到泰德吉星的庇佑 他们大难已过 今年走上等运 发上等财 飞黄腾达便上等人 他们有贵人庇佑 而且命中的大难已过 运势爆发 横财接二连三 不管是自己做生意的朋友 还是在企业公司中工作的朋友 都能够发大财 只要抓住好时机 事业发展一帆风顺 蒸蒸日上 生意发展红红火火 日渐兴隆 赚得盆满钵满 生肖牛 属牛的人向来不喜欢社交 做事相对比较保守 性格看起来有些冷漠 不愿主动结交人 因此人际关系这一块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朋友不多 但是今年的六七月份里面 有红鸾吉星比喻 为其拓展人脉资源 也有了更多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尤其是有利于事业发展 赚钱也就更容易了 属牛的人在二零二年里面 既无冲也无核 越是相对较未稳定 个人魅力值有所提升 在今年的六七月份里面 有吉星入主 为其增加较多的人脉资源 再加上财运旺盛 又有许多的发展机会 因此求财极快 所得收益丰厚 他们本就勤奋努力 积极上进 把自己的所有精力 都用在了职场或者事业方面 一旦有了好的机会 定会多加利用 而未来两个月就是发财的好机会 生肖龙 鼠龙的人在二零二年里面 本是与流年太岁无可无核 其整体运势也还不错 最起码没有凶星作祟 相反偶尔还有吉星比诱 为其提升运势 带来好运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进展顺利 一切事情也都在按照自己的预想 在发展中 他们在未来两个月 六七月里面 财运非常好 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在职工作 也或者是在外做兼职 都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 鼠龙的人天生就具有旺盛的财运和福气 又是属于领导型的人物 自身聪明能干 智商很高 头脑清醒 形式有条不紊 一旦有了合适自己的机会 就会大放光彩 而在未来的两个月里面 将有吉星国印入主 为其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旺盛的财运 他们也将有机会把自身的本事施展出来 赚取更多的钞票 都忙着输钱呢 生肖狗 属狗的人在2022年里面 本就是迎来和太岁的年份 无论是事业 财运 还是感情运势 都一直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说偶尔也会有凶行来犯 但是好在他们本身机智聪慧 又有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所以即便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也能凭借自身本事把问题处理好 而且自己的利益 还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属狗的人在未来两个月 六七月里面 将有吉星华盖辱命 而这颗吉星又是主才华和创作的 特别有利于设计 编辑 新闻等领悟的宝宝们 由于获得的助力最大 也是可以借着拨助力去创作 并且获得丰厚的财富 他们在这两个月里面 运气好 财运好 做什么事情都比较顺利 就算是做一些投资 也能有较好的回报 财富越积越多 都忙着输钱 生肖虎 属虎的人本就是业心很重 一心一意的拼搏事业 在事业或者工作中尽职尽责 在家上本就具有经商或者管理的能力 通常也可以靠住自己的能力 去闯出一番天地 他们在未来两个月六七月里面 财运更加 又有贵人相助 很容易提升自己的职位 或者是接到大的订单 并且获得较为丰厚的财富 口袋也逐渐风营起来 属虎的人为人仗义耿直 喜欢结交朋友 自然也会得到贵人的帮助 即便是有什么不顺的事情 也能很快得到解决 再说了 他们自身本就要抢好胜 事实力争做到最好 如果再有好的财运和运气来袭 那定是会把机会牢牢地抓住并利用 他们在未来两个月里面就是这样 财源广进 钱包股股 赚的可能会更多 日子过得也是越发的富裕 生肖猪 属猪的人今年虽说是河中带破 其运势波动较大 起伏不定 但是好在有吉星比诱 帮助化解河中带破的负面影响 而且还能提升其个人能力 在未来的两个月 六七月里面 更是有天德吉星比诱 这颗吉星本就是贵人星 有着逢凶化吉的作用 而且还有幸遇到自己的贵人 总能给予自己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属猪的人平日里看起来比较慵懒 不够上进 但是人家天生运气和财运就好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比较容易获得丰厚的财富 即便是没有那么的拼 也能把日子过好 过负 他们在未来两个月里面 运气和财运会更好 有利于事业发展 或者是投资 都会有不错的收益 不会让其失望的 生肖兔 属兔的女人很有责任心 他们聪明能干 横财大爆发 必能闲于大翻身 便大老板 12号开始贵人天降 财神次财 有横财有福音 财运是不可当 必富甲一方 同时他们天生的财运也不错 能聚绕钱财 生肖蛇 鼠蛇的人性格活泼开朗 热情幽默 12号开始贵人天降 财神次财 有横财有福音 财运是不可当 金钱收入的方式增多 意外的惊喜也会增加 如果积极行动起来 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是一番风顺 好运连连 生肖养 属养男在前半生的生活中 财运平平 单身者也可能面临住被抛弃的危险 12号开始贵人天降 财神次财 有横财有福音 财运是不可当 属养男反而飞上之头便凤凰 该有的钱财都有 也越来越有魅力 吸引无数女孩子的眼光 发财几率最大 八字面相 手足面相 事业财运 感情婚恋 风水条例等 妄结善缘 11月份已经开始了 在这个寒冷的月份里 有些生肖的人开始财运大涨 钱财暴增 但是也有些生肖的人财运低迷 猪是不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在这个月份能够财从天降 钱财遍地的生肖 一起来看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